中西部苗族服饰有什么差异 中西部苗族一样都有个共同点 都采用传统的平面剪裁 但是呢它是用的是胶领式 它的背面呢点缀有很多的这种苗族的仪式 因为贵州前东南一带 它们依靠清水浆 古代的交通物流非常的发达 所以也积累了很多财富 它们也非常的喜欢仪式 所以仪式会成为它们服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缀之一 当然除了仪式之外 它们的服饰上还有很多的苗族刺绣 它们的刺绣上会有很多的 就是龙图腾 蝴蝶妈妈图腾 还有我们的枫叶图腾 贵州前东南一带的苗族服饰 它们的版式知识都是基本是一样 比如说大家参加年年节呀 大家都穿大桶小衣的版式 既是对一种自己民族的一个 知悉的一个确认的一个划分 当然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相同的版式之下 大家可以去通过对上面赐教的审美 评判一个姑娘是否心灵手巧 西部苗族服饰的这个领口啊 比较多的一个是场子领 然后呢也有很多是交领的 场子领在乙族还有利素族 很多少数名都有用 我们西部苗族呢 它是三大方样苗族中 迁徙路线最长的一只 所以它们的服饰呢 记录的这个历史啊 也更加长 以刺绣为主 这名试就会相对来说少很多 每一道条文 记录了苗族走过的迁徙路 走过的山川 湖海 和还有河流 所以苗族服饰被誉为 穿在身上的史书 中部苗族的这个 西江一带的白者群啊 它们分为两套 一个呢是套在里面的一个衬裙 现在我手上的这个 是海良的一个大褶 传统的那个褶子 是非常细密的 衬裙之上 会套上这个花飘带 花飘带呢 上面呢是以黑 红 还有绿色为主色调 然后上面就满了这种蝴蝶图腾 还有我们的那种花鸟鱼虫 相对来说 我们西部苗族的白者群啊 就更像一部无字史书 它的褶子呢 也是这种宽褶大褶 然后呢它打开来 就像一把扇子一样 非常的好看 云南一带因为比较靠近 热带地区 它的热量比较充足 裙子相对短一些 经历了五千年大迁徙 走过了长江 走过了黄河 慢慢来到了今天的这个家园 繁衍生息 蜡染到一点一点点 画出来的这个蜡染纹 古时候呢 据说是苗族在清洗的过程中 为了逃避 追逼 把我们的很多的民族的这个历史 隐藏到了我们的衣服里面 然后把它藏进了褶子里 就有了这么一套白者群的一个诞生 西部苗族的小配件还挺多的 除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围腰 挡在我们的白者群的前面接口的部分 还有我们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裹脚 就是它们在穿山越岭的过程中 既可以预防荆棘的这个刮伤 也可以预防蛇虫的这个咬伤 头饰这块呢 我们的中部方言苗族以银饰为主 那西部苗族以盘发盘帽 或者说蝉部为主 你们喜欢哪一种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